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6月22日星期六 早上8点左右,昨天虽然清了抗议 但也是没有用 白影跟蓝影62票否决了复议案 之前立法院院长卓荣泰,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曾表示有信心,复议不会过 那有记者就问他说是不是有蓝影的或白影的会支持复议案呢 卓荣泰就说他有信心 现在证明完全没有嘛 蓝影跟白影全部都否决了复议案 所以说卓荣泰他的判断力不是很好 或者说他是在自我安慰 但我们都知道嘛 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主谋 是中共啊,习老大 作证指挥啊 你怎么可能会跑票呢 等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机会 白影蓝影夹起来立委过半数 在民主国家里面 能够制定法律的就是最最重要的机关嘛 所以现在白影跟蓝影加起来过半数 他们当然要瞎搞二搞啊 你看以前那个帝制时代 那个皇帝会说什么 君子这个帝 帝即是法律啊 我皇帝就是法律 我说的就是法律 我口我口里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 古代的皇帝帝制时代 古代皇帝说来 这个护昆旗灭他九族 来人啊 立刻把护昆旗五花大坊 把他九族全部砍头 皇帝以前皇帝就这么有权威 所以你要知道说 现在不是帝制时代 所以赖总统他能不能像以前皇帝那样 没有办法 谁说出来的话才是法律 像古时候皇帝那样 就是立法院啊 所以立法院啊 所以说立法院现在就是变形的 变形的什么 立法院就是变形的紫禁城 而大家都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体会啊 在民主国家立法院就是 古时候的皇宫就是紫禁城 从立法院出来的法律 就像以前皇帝嘴里说出来的 命令 要执行的啊 你看 赖总统虽然表面上是 全中华民国最有权力的人 但是立法院通过了这么烂 程序完全不正义 赖总统有没有说他不敢把他公布 没有耶 乖乖的要公布耶 所以说赖总统的微信 在这一次可说完全尽失了 选民主制度下选出这样的总统 跟没选没有什么差别啊 任何一个阿猫阿狗 男的或女的小牛儿十九岁 十九岁不能选总统啊 来当中华民国总统也是一样啊 也是只能眼睁睁看的这么 这么这个不合理的法令实施啊 这就像以前什么 春秋战国时代 战国春秋末年啊 有一个齐国的宰相 叫田成子 田成子是宰相 他的权力高于一切啊 甚至连皇帝都要听他的话 那不是皇帝啊 那个是齐国 齐国的国王 齐国的国王都要听他的话 齐国的国王姓吕啊 双口吕 但是国家的政权却落入宰相田成子 所以说当时田成子下了一道什么命令 全齐国啊 所有齐国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当然啦 古书不是用一百七十公分啊 好像就是譬如说六尺啊 古时候齐国的六尺 换算成现在就是差不多一百七十公分 或一百六十八公分啊 差不多就是一百六十八 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美女 我们都希望美女身高是一百六十八公分以上 当时田成子就相信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美女啊 全部都要脱裤子认她干了 你们一定以为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这么不合理的法令怎么可能 史书记载的啊 史书记载的啊 当时全国权力最大的就是宰相田成子啊 不是齐王啊 齐王 呂是姓呂的 当时已经被变成傀儡啊 这个姓田的还把姓呂的国王刺杀啊 不听话 齐检工 双口吕的就被直接被刺被他刺杀了啊 刺杀了以后再立他的儿子 那这个儿子当了国王年纪轻啊 根本什么也什么话当然都听宰相的啊 那他就我说全力使人腐化 这个姓田的啊 姓田的他们本来就是姓陈啊 就这个陈 为什么姓陈的跟姓田的是一样的 因为你用古音 古音来念就是禅跟陈啊 古音是一样的哦 都是像我们现在念田的台语啊 就禅 阿陈的台语啊就达 达跟禅 声音有点近 在古时候是同音啊 这是因为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姓陈的陈果啊 陈果的国王姓陈嘛 那他爱上了一位大臣的老婆 而那个大臣姓夏 就是昨天不是有传出一个新闻吗 说国民党副主席那个夏 夏什么姓夏的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在中国大陆复旦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 冲出来打那个教授啊 当然啦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姓夏的这个将军啊 以前是将军他说没有啦我没有这样的孙子啊 但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夏 那个这个陈果的国王看到这个姓夏的大臣的老婆这么漂亮啊 人家是寡妇耶 这个国王竟然到人家还在办伤事的时候 就把那个夏姓啊 就是那个大臣的老婆夏姓给兼饮啊 但兼饮一次不够啊 因为太美了嘛 而且感觉触感什么都很好 他就常常去啊 然后那个文武百官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国王老是跑到这个上家死去大臣的上家里面 啊出来就是这样疲累的满身大汗啊 啊就判到墙壁上偷看啊 结果那个陈果的宰相跟另外一位大臣 两个人看到 哇原来陈果国王在强奸那个下姬啊 他们就以这个为威胁啊 说我们也要 我们要 我们也要啦 不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文武百官 哎 结果国王 好吧 不然我们就四批嘛 哎 夏姬好可怜的 就这样被陈果的国王宰相 还有另外一位大臣伦坚啊 常常就这样啊 三个人就结伴同友 去强奸这个夏姬 没想到有一天 这个陈果国王在开会的时候就 体力不支啊 因为前天晚上干夏姬干得太累啊 他就在那边打瞌睡 结果他就掏出手帕擦汗啊 想要提提神 文武百官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他拿出来的不是手帕啊 竟然是卸裤啊 就是他昨天晚上 从那个夏姬身上脱下来的裤子啊 他把裤子藏在放在这个口袋里啊 这个没精神的时候就拿出来秀一秀 结果他在上朝疲累的时候 他忘了说这个不是手帕是内裤啊 但是他将错就错啊 他干脆在文武百官面前 从容不破的擦汗啊 然后还辩解说 哦这个啊 这原位内裤啊有味道啊 我我可以 我可以提起精神啊 没想到这个时候 宰相跟另外两个大臣也都各自掏出他们的宝贝啊 这个宰相就拿出夏姬的内衣 在文武百官面前痒痒得益 你们看我也有啊 这内衣啊 这是夏姬的内衣啊 香不香啊 还在那边炫耀啊 他那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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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无目百官 闻闻看有没有香味 另外一位大臣也是啊 拿了那个杜兜啊 杜兜在那边 我也有耶杜兜耶 怎样夏姬的啦 你们羡慕吗 结果有一位大臣姓谢啊 就是谢露的谢 叫做谢智的 他就忍无可忍啊 他马上上朝过 禀报国王这成何体统 文武百官面前 朝堂之上如此严肃的场合 你竟然拿着女人的内裤 宰相拿着女人内衣 这个太尉啊 拿着女儿女人肚都在这样 公然的猥亵 这种这样成何体统 如果传到其他国家 国王的耳朵 他们会怎么看我们成果呢 我们就危险啦 结果这个成果国王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啊 很生气啊 你在文武百官面前给我漏气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来人啊 把这个谢智给我拖下去 砍头 而且灭他山主啊 这个成果国王恼羞成怒 就这样把大臣 忠心根根根的大臣 谢智灭山主啊 结果当然引发大乱啊 因为那个夏基的儿子叫夏征苏的 知道了这件事情 觉得他妈妈很可怜啊 被人家轮奸然后衣服裤子 扒光光 难怪这个夏征苏觉得奇怪 为什么为什么妈妈老是在买内衣内裤 原来妈妈的内衣内裤 都是被国王宰相跟太惠给抢走了 干完就算了 你干完还把还把人家衣服裤子全部拿走 所以这个夏征苏很生气啊 他就 他就是类似现在的青鸟 他是年轻人嘛 他就去号召其他年轻人 跟其他年轻人说 说他妈妈的遭遇啊 大家都起来反抗啊 大家都起来为他抱不平啊 说我们要推翻这个国王啊 哇风起云涌啊 成果春秋时代成果的青鸟活动 大家不是在那边唱歌 在那边温和和平的在那边聚集 不是耶 这个夏征苏的青鸟们 每个人都拿起棍棒拿起刀枪 就冲入皇宫啊造反了 把这个成果国王给杀死 然后夏征苏就自己当成果国王 夏征苏也就是夏季的儿子 就当了国王 结果后来楚国知道这件事情 楚国就很生气啊 因为以前成果国王跟那个楚国是 妈妈的啊 成果 成果国王很好色嘛 他都物色美女 但是有美女他都会送给楚国国王 分享啊 所以这个楚国知道成果发生兵变 发生政变 夏征苏自己当了国王 楚国就发兵来攻打成果 就这样把成果给灭了 把成果给灭了 就一不做二不休啊 除了夏征苏被杀死以外 连成果国王的儿子啊 那些儿子们也都要杀啊 所以这个时候成果国王的儿子 叫做成完的完蛋的完 他就开始逃亡 结果没有这个成果公子成完 没有一个国家敢收留他 因为大家都怕楚国 楚国报复 楚国不高兴啊 楚国也有下令啊 说谁都不可以收留成果逃亡的公子 所以没有人敢收留 但只有齐果国王 齐果当时的国王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啊 齐桓公很有名啊 春秋五霸之一 他当然不怕楚国啊 他就说 我收容你 而且我把这个美女啊 嫁给你 把王室把自己成果的王室的女孩子 就嫁给了成完 所以成完就变成在齐果也是贵族 也当了大官 那传传传传到 那 虽然安全了啦 但是为了怕楚国追杀追杀他们嘛 所以成完就下令他的子孙 在这个只有在自己家里面啊 大家才才姓陈啊 就是对外呢 对外他们都姓田 就是譬如说 如果邻居问这个陈婉说 请问先生贵姓啊 他就会说我姓田 但是如果是陈婉回到家里面 自己亲戚朋友在书信往来 譬如说陈婉的弟弟 他们就会互称 我们都姓陈 我们都是陈家人 但是对外就叫姓田 所以说陈田 其实是一家人啊 这个就是 是姓陈跟姓田 为什么后来又姓王 因为后来秦始皇是不是灭亡六国 其中齐国就被灭亡 而齐国当时本来姓呂的国王 已经被杀害了 已经被姓陈的杀害 而且篡位 这个姓陈的或者姓田的宰相 这个田臣子的宰相的后代啊 就篡位成为齐国国王 所以后来的齐国就成为姓田的国王 而那个时候呢 春秋就改叫做战国 所以战国时候的齐国是国王姓田 但是秦始皇灭了齐国 灭了六国呢 其他五国的国王都没事哦 秦始皇独独要追杀 一个国家的国王 是哪一国就是齐国 历史学家都觉得很奇怪 秦始皇灭亡六国 五个国家都有抵抗 在灭亡之前都跟齐国打了好几场应战 只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抵抗 没有派出一兵一组跟秦国打仗 就投降灭亡 也就是齐国啊 齐国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没想到你没有抵抗你 投降乖乖投降 反而秦始皇要追杀 他们姓田的这个国王的王主啊 其他什么卫国啦 韩国啦 燕国啦 楚国啦 国王王室都被优待哦 秦始皇都优待他们哦 只有追杀齐国的姓田的 所以姓田的他们就为了逃亡啊 就改姓王啊 改姓王啊 为什么改姓王 因为他们说我们是齐国国王啊 王室啊 所以我们就改姓王 后来把西汉给篡位的王莽 就是姓王啊 那王莽在登基的时候 那个赵文里面就自己说嘛 他说 其实我本来的姓是姓田 我是齐国国王田建 最后一任齐国国王田建的后代 那个齐国国王最后一任国王田建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被秦始皇把他放逐 放逐在一个山叫做贡山 共产党的贡 叫做贡山 然后 山下都派兵包围 也就是齐王田建 齐国末代国王田建 他只能在这个贡山里面生活 不能下山啊 结果后来就这样活活饿死 齐始皇为什么要把他放逐在贡山 因为这个姓田的啊 也就是姓陈的 他们在篡位姓吕的 双口吕的齐国的最后一任国王的时候 他们是把齐国姓吕的最后一位国王 把他放逐到一个小岛叫做知福岛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呢 本来 本来烟台在秦始皇时代叫做知福岛 是跟陆地分开的哦 现在烟台当然是因为海水下降了 这个泥沙淤积啊 不是海水下降 是因为泥沙淤积 所以这个知福岛就跟陆地连接在一起 而到了现在这个知福岛就被改名叫烟台 而当时双口吕的最后一任国王叫吕 吕带呢就被姓田的篡位 然后姓田的国王就把他放逐在这个知福岛 结果这个吕带啊就活活饿死在这个知福岛 也就是烟台 那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 他是不是曾经四度寻有全国各地 其中有三次是向东的 三次向东他每次都来到知福岛 他都登还要坐船哦 坐船然后登上知福岛去祭拜齐国最后一位国王旅带啊 他都三次都去祭拜 而其中第三次他是不是死记有记载 他在知福岛上面往下看 看那个渤海湾看到一只大鲸鱼啊 看到一只大鲸鱼啊 然后他就用那个秦国最强最强的十字弓 很大一只的十字弓去射杀 结果就把这只大鲸鱼给射杀射死了 当然死记里面这个大鲸鱼叫做泥啊 一个鱼字旁 然后右边一个儿童的耳叫泥大泥啊 就被秦始皇给射杀 然后这个大泥啊大鲸鱼的鲸鱼油 就是传说啊用这个鲸鱼油燃烧 万年不灭万年不灭的灯火 只要点燃这个大鲸鱼的油身体的油 经过几万年都不会熄灭 所以说现在传说秦始皇帝宫啊 那个灯都是亮的 而那个灯所燃烧的灯油 就是当年秦始皇 在知福岛射杀的那只大鲸鱼身上的油啊 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就是说 这个姓田的也就是姓陈的 他们后来有了权位 当了宰相 然后把国王当作傀儡 就好像现在南百立法院 他们有了立法院 有了立法机构把谁当傀儡 把赖总统当傀儡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跟 春秋时代的齐国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南百就是田成子啊 就是姓田啊 也就是姓陈 宰相田成子啊 然后赖清德就是傀儡 傀儡国王啊 姓呂的双口呂的傀儡国王啊 然后这个虽然有国王啊 这个宰相依然下了这道命令啊 所有全国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美女 都要当我的老婆 所以一下子这个田成子的老婆 有三千多人 这不是我乱概的 实际写的 有三千多个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老婆 而且他们都不能穿裤子哦 也就是在宰相田成子的家里面 这些美女都赤条条的赤裸裸 就是田成子看到想干就干啊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干完一个干下一个 有三千多个嘛 你看他多嘛 这些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美女 全身赤裸裸不准穿裤子 这个田成子不上草了 每天每天都在干美女啊 他就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他就是要在短时间之内 把成家姓陈的 或者姓田的人口呢 要把它暴增嘛 所以田成子很努力啊 每天每天都干到累倒啊 干到这个满头大汗 干到筋疲力竞啊 就这样姓田的人口暴增啊 本来人口稀少 在齐国人口很少 最后成为齐国第一大组啊 成为最大的一个一个族群 这样他还 其实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啊 最后这个姓田的宰相 他们还曾经下了一道 不是命令啊 就是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田成子发现说他一个人 一个人有没有办法干三千个美女 没有办法 你一天能干十个 就像叶问说的我要干十个 我要 不是啊 叶问是说我要打十个啊 我要打十个啊 但是田成子当时是说我要干十个 但是真的这样就累了啦 人又不是机器人 所以后来田成子是用哪一招呢 他就跟那些文武官员 长得又高又壮的 包括那些雨林军啊 晋卫军 长得又高又帅的小鲜肉 他们就邀他们来吃晚餐了 吃晚餐 结果这个时候就叫他的夫人 也就那三千位美女都没穿衣服的 出来陪吃耶 也就是陪吃陪喝又陪睡啊 又陪睡耶 但是唯一的规定 田成子跟这些来他家吃饭的男客人说 我的太太任你们干啊 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是只要我太太怀孕了 生下来的孩子一粒姓田 所有生下来的不论男的或女的都姓田 这些文武百官 或者那些小鲜肉晋卫军雨林军 当然高兴啊 他们 他们 主要的目的就是干美女而已啊 又有 又有好吃的 美味可吃 然后吃完又有美女可干 他们每天就这样乐的快乐的不得了啊 所以后来姓田的才会成为齐国第一大的种族嘛 那你看现在台湾像不像 台湾现在真的很像当年的齐国耶 赖总统你已经变傀儡了啊 现在我们 我们大家眼睁睁看着田丞相下这种 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命令 你怎么可能把全国 一百七十公分的美女都纳尾自己的妻子 然后每天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你爱干就干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啊 现在他们白颖男颖立委过半 搞不好有一天他真的会 会下一道命令哦 他们会立法通过哦 全台湾所有身高165以上有姿色的女孩子 一律只能嫁给男影的立法委员 男影的立法委员想想娶谁就可以娶谁 我傅昆琦想娶十个我一天要干十个美女就可以 法律有规定啊 我黄国昌一天要干二十个 法律有规定可以可以耶 他们真的就可以这样立法耶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耶 徐朝鲜王宏伟他们是女的 他们也可以立一条法律啊 所有所有台湾身高175以上的小鲜肉 他就一律要成为国民党或白颖女立委的男从 倾斥 然后赖总统是傀儡嘛 他也要公布耶 一切一切程序合法 有人说不合法吗 有哪里不合法没有啊 大家都是举手表决啊 就像以前春秋时代田成子 他说我是合法公布 我宰相啊 我本来就是代表朝廷 我公布这样的法律合法 没有人说他不合法 那好话说回来啊 所以说轻描你要知道说大势已去啊 因为民主国家立法院其实就是紫禁城啊 现在赖总统表现出来的就是 以前的齐桓公啊齐国的国王啊 就渐渐的就变成那个傀儡啊 那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现在是九火运嘛 九火运就是2024年 2024年到2044年 九火运是火 那这次罢免罢免行动哪些姓氏可能会遭殃 首先我们来看啊 这个木生火啊 那这个火火克金啊 火会克金啊 什么会克火 水克火 所以说你在九火运里面 你如果是属于金的 你就会被火所克 也就是你可能会 所以过得很辛苦啦 那九火运之下 可以过得比较 比较烘烘火火的就是属于水啊 水比较多的啦 因为水克火嘛 就不怕火 像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就是火大 大家都要去冲水啊 那另外一个是 木生火啊 木生火是代表什么 木头 是不是 放入火堆里面燃烧 木材就会被烧光光 所以说你如果是属于木的 其实相当不利啊 因为木生火啊 而九火运就是火特别多啊 你如果是木头 是不是很容易着火 天干雾灶 小心火烛啊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如果是木头的 属于木的啦 包括草啦 都一样 都容易被火给燃烧 一燃燒焦炭烧成灰灰烟灰灰灭 所以我们来看哪些要被罢免的人 可能真的会被罢免 首先我们来看姓许的 这个许啊 许巧新的许啊 这个许 你们知道这个许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吗 这个许本来的意思就是上厕所 许啊 你看他左边是不是一个吃 吃就是慢慢走路啊 然后 右边那个鱼那个鱼上面 看起来 很像屋顶的那个那个就是茅草屋 然后下面那个 那个就是一个人脱裤子 漏鸟在那边上厕所 你看那个 徐啊 右边那个鱼 鱼天的鱼啊 那个鱼 其实就是 茅草屋里面有人蹲着在上厕所 然后那个鱼不是有一根长长的这样下来吗 那个就是人的羊去啊 就是鸟 所以你看我们在 大人在 在哄那个 小孩子小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说 嘘嘘嘘 嘘嘘嘘嘘 哦嘘嘘嘘嘘 然后小孩子就会小便 就会大便 尿尿就会尿尿就是 嘘嘘嘘嘘 这个就是许啊 就是这个字啊 这个许的本意就是人 吃饱饭后 很悠闲的 慢慢的走到厕所 上厕所 这不是我乱概的 是甲骨文 说文解字里面的解释 人慢慢走路上厕所 所以这个 许巧心啊 其实 你如果按照字面上 解释就是 慢慢的在厕所呢 嘘嘘嘘嘘嘘嘘的 巧 而且技巧很好 每次 大小便都有对准那个毛坑啊 啊这个心呢 这个 这个 郑重红心啊 郑重毛坑啊 表面上的意思 许巧心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大便大的很准 那 那 九火运对许当然是不利嘛 因为许就是 上厕所啊 毛草屋 毛草屋用草盖的啊 草会着火啊 许巧心在上厕所啊 整个 整个毛坑都被火烧光了 大家都看到他的屁屁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而且我们常常会说什么 清风徐来啊 风慢慢的吹 慢慢的吹 常常用清风徐来这个徐 所以徐啊这个也 也代表说有风啊慢慢的吹过来 而风吹过来就会助长火势啊 火就容易点火啊 所以你看徐巧心是不是 很喜欢散风 散风点火 因为他的徐就是这个 风啊 风慢慢的吹来 就是这样他喜欢 散风点火 只是他 他不是慢风啊 他都是很急的风啊 但是 以文字学 以命理学上来说 其实他 他应该要慢 不要太快 他如果太快 就是 他的性是慢啊 结果 他的行事作风反而是快 这样会为他自己招来灾祸 因为你跟 你跟你的本性不符嘛 你其实应该要慢 你却快 那你就会招来 你背道而耻嘛 你就会招来灾难 那 这个是徐啊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 元朝的时候 信徐的人口啊 增加很多啊 你知道 宋朝被元朝给灭亡 元朝就是蒙古人建立的 元朝大帝国嘛 他 杀了很多人喔 蒙古人 杀了好多人啊 金朝人口 本来有 4千 5千4百万 那5千 差不多4千8百万 哦 金朝啊 结果被杀了 杀了4千多万人 只剩下700多万人 所以说 宋朝灭亡 而宋朝呢 南宋啊 当时南宋 总人口 5千4百万 但是 只 南宋呢 被杀的人不多 只有四川省 四川省的人口 几乎被杀光 被杀了七十多万 所以说南宋只被杀了七十多万的四川人 但是 这个 把它比较起来就知道说 人口增加 减少是 是哪两个大姓 就是 人口大增的就是姓许的啦 第一个 姓许的 突然间 元朝建立之后 姓许的人口大量增加 第二个是姓氏的 现在佛教徒你如果 成为佛教徒是不是都要改姓氏 而当时的蒙古帝国就是佛教国家 所以当时有很多 很多人哪都 变成和尚 他们都 改姓佛教啊 因为他们怕被 怕被这个蒙古人给杀害 所以他们 都顿入空门 变成 和尚 就改姓氏 所以姓氏的人口就会特别增加 哪些哪些人会改姓氏 就是本来姓造的 宋朝的国王 宋朝的皇帝皇家 是不是姓赵 赵宽印建立宋朝 所以 很多姓赵的都改姓氏 所以姓氏 姓氏的当时是 全国排名第十大的人口 就是氏 然后第十一大是什么 第十一大是姓许 这很奇怪 本来姓氏的人口是 全中国排名第 差不多第四十位 第四十位很少 但到了元朝他突然间变成 从后段班变成 不是后段班 从中段班 他排名40 变成第十一位 为什么 这就是 因为当时有很多 很多 很多姓许的他都是帮 帮元朝帮蒙古人打仗 姓许的他不是帮汉人 姓许的都加入蒙古大帝国的军队 当了军人 当了大官 当了大官 当了文武百官的大官 所以他们人口就迅速享受荣法富贵 他们人口就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而人口减少的是 是哪一个姓 人口减少最多的就是这个 人口减少最多的 就是驴啊 双口驴 宋朝进入蒙古 帝国 姓驴的 从 本来在南宋 他排名第13 以下子从第13掉到第32 而姓宋的人口也是 减少很多 减少 第2多的 然后从人口大概是 大概是20左右吧 一直减少到 变成36 那姓吕的为什么人口会大量减少 这个你们翻开南宋历史就知道吕文池 有没有 吕文德 吕文池 他当南宋的 襄阳的守军啊 守了 跟他弟弟守在襄阳守了40年 这40年因为有吕家军 吕家军他带的军队都是吕家军 也就是 全部都是姓吕啊 也就是 史书上所称的黑碳军团 吕文德的黑碳军团 为什么叫 为什么叫黑 我后面我的咖啡杯 咖啡杯的 盖子掉了 那个黑碳军团 因为那个 吕文德 吕文德本来是挖煤矿的 然后他是巨人嘛 他是三公尺巨人 他是挖煤矿的 他跟他的吕家人啊 这个吕家 吕氏宗族 躲在 躲在深山里面 安徽 安徽的一个深山里面 因为当然吕后是不是被周伯 陈平给屠杀 那 有一部分姓吕的就逃往 逃到深山里面 就是吕文德他们的 祖先逃到 逃到深山里面 但因为他们是巨人组啊 这个吕文德 身高三公尺多啊 他的亲友 同样姓吕的也都是 身高两公尺 左右 那有一天宋朝的 一个 将领呢 因为当时宋朝已经跟 金朝 在打仗了嘛 那 宋朝一位 姓赵的 姓赵的大将军 经过安徽省一个山 突然间看到 路边有 有一个草鞋啊 但是这个草鞋 是一般草鞋的三倍大 他就很好奇啊就 叫人家去把草丛中那个草鞋 拿过来他本来以为说这是工艺品啊 因为正常人的草鞋不可能是 这么大啊 怎么是一般人鞋子的三倍大 但是他把他 拿起来 我以为说 不对啊 这有捍卫 这是人穿的 这真的是人穿的 然后 被穿坏了 所以丢在草丛中 被他看到 然后 然后这个姓赵的 大将军呢就 觉得很好奇 难道说 这 这里有巨人出没吗 他就很好奇啊 就 下令 停止前进 大家扎引啊 他们就 准备要等啊 等这个巨人出现 结果隔天早上真的就听到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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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咬地动啊 哇一群巨人出现了 带头的三公尺多啊 就是吕文德 哇这个宋朝大将军的姓赵的 赵什么忘记了 哇他吓了一大跳 马上上前 去跟这个巨人吕文德说 哇我不晓得深山 深山也林 竟然有你们这一群巨人啊 怎么 怎么可能呢 什么时代了 还有巨人 我以为巨人都死光了 你别以为我在胡说八道 这是史书 史书上所记载的 因为这群巨人 他这样 这个 赵大将军一问了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都是 这 生长在这个山 山里面的煤矿工人啊 他们都是 在挖煤矿的 因为他们身材高大嘛 他们都是巨人啊 最矮的也两公尺多 所以 他们不敢下山啊 因为下山会下到 下到那个一般人 因为一般人 一般的男人 大概就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几公分而已 然后他们三公尺 两公尺会下到人 所以他们 采到煤矿呢 就请他们的老婆啊 儿子啊 还没有长很高的儿子 或者 女儿啊 就 带着这些煤矿到 山下去卖 所以都没有人知道 有一群巨人 住在这边啊 然后这个 赵大将军就 恳求啊 说 难道 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快 快灭亡了吗 金朝现在 在攻打我们呢 当时岳飞 岳飞还没有出名啊 岳飞还 还只是一个 大概就是现在 现在来说 岳飞那时候大概是上校 中校或上校还没有成为将军 这个赵大将军 他 他就请求这个 李文德啊 巨人组能够下山 帮助宋朝 抵抗金人 好说歹说啊 感动了这个 李文德跟李文范兄弟 所以他们就带着黑炭军团 为什么叫黑炭 因为他们就在挖煤炭 煤炭就是黑的嘛 所以这个巨人组就被叫做 黑炭 黑炭军团 所以赵大将军手下 部下呢 手下就拥有这个黑炭军团 哇第一次打仗呢就 就这个 震惊 震惊全中国 这个史书也有记载的 那个大姐不知道叫什么大姐 成吉思汉率领大军攻打 攻打南宋 突然间看到一群巨人 黑 打着一个黑 黑令旗 黑 黑色的军旗 黑炭军旗 然后 为首的两兄弟双塔 李文德 跟李文范双塔 两个巨人 怕死人 连那个蒙古的战马都吓到不敢动 吓到不敢 不敢冲啊 成吉思汉怎么 冲啊给我冲啊 那些麻烦的倒退跑 倒退跑啦 结果 结果这个李文德李文范双塔兄弟 第一次出场就大姐就打胜仗 就这样 在李文德李文范巨人军队黑炭军团 撑在那边撑了四十年 让南宋的国座又延长四十年 但是 等到这个南宋灭亡以后 这个吕家人 也几乎死光了啦 所以说姓宇的人口才会从原来的排名第十三 抖降降到 变成 32 就是几乎都牺牲在战场上 好 那我们话说回来 所以说 这个姓许的偶在九火运不利啦 那 姓 叶元之的叶呢 叶也是很不利 因为你要知道叶啊 你看那个叶上面是不是草 下面一个木 然后我们说木生火啊 这个叶啊草啊 跟木啊都容易被火给烧光光啊 所以叶元之这次可能真的会被罢免 会被烧的金光 化为一缕青烟啊 青鸟活动 那个青啊 化为青烟 那其他呢 像罗啊 罗这个罗本来的意思就是 鱼网或鸟网 以前的网子啊罗网啊我们所说的 网开一面南逃罗网 这个罗啊 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 马 马锁啊 用马 马锁是植物啊 植物这个也是用火一烧就 就燃烧殆尽了啊 所以这个罗也不行 那其他的呢姓黄 黄草头黄 我们都说草头黄嘛 黄草嘛 黄色的草啊这个火 火一烧就烧干干净了 然后 还有什么 像王洪威的王 我们刚刚说的王啊就是 本来姓陈嘛 又姓 田嘛 而你知道田田上面是不是稻草 都是草啊 啊 这个城 城里面是不是 有个木 你看那个东 东就是木啊 而五行上 东方 也属木啊 所以王呢 所以王呢 本来就是姓陈跟姓田 所以他 也属于木 啊木生活也是会被火给燃烧在尽 所以姓王的 姓灵的 姓 姓这个叶的 都不好 那姓料呢 料当然也不好啊 料 料就是什么 料就是 你看那个上面一个 盖 一个屋子嘛 然后 里面有羽毛嘛 所以这个是 属于一种茅草屋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以前啊 病人在睡的 病房啊 病房就是料 不信你把 你把那个料的 左边加两点 有没有 左边加两点是不是变成料 治疗的料 治疗医疗 说医生把他治疗疾病治疗好了 就是这个料旁边加两个点 在那两个点就是 药啦 吃了两颗药就 就好 而药是 在哪里吃的 在病房 所以这个 料呢 他本意就是病房 破病啊 破病 有病啊 有病的人就住在这个料里面 所以国民党里面是不是很多有病的有病啊 其实你看到这个姓料你直接就可以跟他说 哎 你是有病啊 姓料的 你有病啊 开玩笑的 就好像你看到姓许的许巧姓就许 哎 扁索扁索人 扁索巧姓 扁索 厕所女孩 他说自己是早餐女孩 应该改叫厕所女孩 厕所女孩啊 这个料的 国民党里面有信料 你看到他直接就跟他说 你有病啊 有病啊 有病 就是这个料 这个也是茅草做的 以前那个病人啊 其实就是被丢在这个茅草屋里面 怎样 给你吃两颗药 你也喝完 会瓦的 会瓦 没瓦的 没瓦 如果是 瘟疫 就怎样 把这些病人 连同这个茅草屋一起 把它烧掉 烧掉 你看 里面那个鱼 有没有 那个鱼就是代表 飞啊 飞 飞到天空去了 那个下面雨 下面那这个那个是 那个是尸体 那个是指人厕堂 你知道吗 人死了以后这个厕堂 被埋在那个 被当死人这样把他卷曲着身体 羽毛啊 叫羽化 人家说羽化登仙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料啊 其实就是 死人的 有病 你这个死人有病 意思啊 信料的如果加入国民党 胡搞小搞 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 有病啊 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人啊 我会啦 姓林的 木生活啊 助长伙事啊 台湾姓林的很多啦 我还是不要 不要乱讲话 当然啦 也有那个 木材 虽然是木 但火能不能烧 火烧不动的 像林非凡 林非凡也姓林啊 但是他的林 他的木头是什么木 火烧不动的啦 我们这火烧不动的啦 你这火来我也不怕 这个火烧大火要把它烧 很难啦 因为他这个几乎密不透风 质地很好啦 搞不好 好啦 好啦 这个 研判啦 这是会被罢免的 要被罢免的 都会被罢免成功 好 谢谢收看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